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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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从凡门寺 凡门寺 它出作了地宫 凡门寺的地宫里面 出作了几千件的文物 几千件文物其中有十四件 有十四件的月要群池 十四件的月要群池 那么它有一个造物杖 皇帝像辐射利进贡的东西有一个造物杖 造物杖是刻在一个石碑上的 造物杖里面这些都有密写词 密写词一 密写词二 密写词一共写了十三个 最后还有一个微写词 那么我下看 我们下看 这是所在的 这就是所在的 这是所在的 那么你往下放 一直放到唐代里 放到唐代里上 那么这个密写词呢 它呢就是 那个台体啊非常非常的细密 就是那简直啊 真是像一个意义 真是无可挑剔 真是无可挑剔 没有丝毫的杂质 没有之外的杂质 而这个诱呢 是伯利诱 伯利诱的绿色呢 非常的漂亮 就是刚才有一片导文 那这一片 就这个 那这一片 还有这个呢 是典型的 捷径密写词 跟那个地宫的处 是一样的 这是我呢 到那个 到那个 窑纸里面去剪的 你们要自己剪的 那个 剪的这个词片 我每一次都去剪一些 每一次剪的 现在我们家里面 有马带 那个那个词片 背那个词片很重的 那个词片很重 我们呢 这个学员呢 以后啊 可以啊 可以建议 建议呢 这个 这个 我们到窑子去走走 在窑子走走 这个到了窑子以后 就非常容易了 要 要在这个 枯水季节 这个 涨水的季节 那个窑子都在水里头 这个 这个词片都埋在水里头 这个 这个枯水季节 水一退了以后 它就上了 它那个词片就出来了 所以呢 现在到那个 上令湖啊 就是有个船工啊 他 这个 保护区呢 是这样 保护区呢 因为我们呢 我们说我们是学习 我们学习 我们跟当地的农部门联系 有没有 我可以跟他联系 联系来 我打电话 跟他那边 当地的农部门的主任 还有他的馆长 那个人呢 我会也 那么我们呢 大概的情况 跟大家介绍 来介绍 现在啊 我们都能进入真正的角色 就是见地 因为讲这些啊 使大家进入月耀这个 这个环境里面了 因为大家已经脑子里面了 也有上令湖啊 也有月耀秦始了 现在我们进入正体 这奴获的 鉴定月耀 鉴定月耀 这就是月耀 这月耀秦始了 历世词就是秦始了 历世词呢 是月耀秦始当中的最高级产品 这是皇宫 离宫用的 功利之用的 这是 这是 它是这个功利之用的 这个 这个面色之大鱼 这个后来 后来希腊语也翻过去了 后来 希腊语也翻过去了 希腊语也翻成希拉腾 希拉腾 希拉腾翻译过去了 翻译过去了 有时候呢 这个就转过来 就通命 就是宫经 宫廷中 离场的珍宝 就是功利之宝 这样的东西 那么后来呢 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就是因为 大概是当时 罗马人呢 或者希腊人呢 或者中东人呢 到常朝来 到常朝来了以后呢 就见可能见到这个东西了 工具人可能告诉他这个密色词 所以这样的东西呢 也许就到欧洲 这就出现了希腊文的匿名了 就出现了这个密色词 他们呢 他们呢 叫做 希拉腾 希拉腾以后呢 就以后 演变成了 以后演变成了 这个 清词的代表 就是英文呢 就变成 清词 清词的代表 现在清词呢 使世界国国 都是 所有的清词都用这个文字 都用这个 但是这个清词呢 一说出来 大家知道是中国的 中国的 清词 所以就代表了 中国的这个堂皮 就代表了这个清词的 一个代名词 世界国国都用它 这个密色词 这个呢 是密色清词的一种 是这个普通的清词 留有点花黄 铁灰色的胎 玻璃的右 但是呢 光泽呢 不是很亮 光泽的 做功能比较精细 它是堂上的第一摇 就是它是比较早的 再往下 那么这个呢 就稍微晚一点了 就是晚长时期的 晚长时期的 那么这个 密色词啊 我们见词成假 这个六二七十 见词成假啊 它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呢 就是看台体啊 有明显的区别 台体有明显的区别 要从这种写的时候 写大型 底下 还有几个小人 看台体啊 嗯 嗯 呃 第一个 他说这个 呃 呃 第一的 第一是看台体 第一是看胎底 第一是看胎底就是胎疑有明显的区别 胎疑明显的区别变成什么地方呢 真正的密碎琴齿的胎底就是一种 这种潜挥胎很吸引力加工比较平细 加工比较平细 但是加工董就分几类了 加工董的第一类就是胎疑比较粗 里头含有一点沙力 胎疑的表面表现是咯咯哒哒的现象 颜色发灰 但是发灰不明亮不明快 发灰发污 所以它跟真品完全不一样 跟真品完全不一样 就是它的胎疑粗 还有细沙 表面咯咯哒哒的 包括右面都能摸到鱼 摸这个接触这个右面 都能感觉到这个沙力 颜色发灰发污 这个跟真品完全不一样 那么真品是潜挥胎 细腻 温润 用手摸上去 像摸到鱼一样的很舒服 不一样的 绝对没有嘎嘎嘎嘎的打水的现象 这个是现在一些小植房做的 一些邃江地区 都在赚钱 一些小植房生产 他们呢,他们这个原料呢,就是在这个,出池子,古堯的这个生产磁器的地方 但是呢,他们对越来越无知,越来越无知,他们呢,原料加工不惊喜,或者根本的不加工,拿来了,淘气淘气就用了 因为他们认为啊,越古的东西就越粗漏,越古的东西啊,一定是越粗漏的 所以,他们认为啊,古董收藏家是比较好骗的 他们认为,任何的东西只要去做得粗,做得简陋,做得不好 那么人们都认为是古的,因为古人啊,他们做的东西一定是粗的 所以怎么做出来,都会啊,别人承认,都会有人买给 这个东西啊,在那个必要停止的加工中出现呢,早期出现在社会上的时候,会出现很多 大概就是相当于八十年代初,上个是1982年,83年,到92年,92年,农物市场啊,这个门呢,慢慢打开 这个八十年代初啊,在农物市场,大家就是贵室,有贵室,就是天不亮 天不亮啊,就在做最大的后海,一个是在后海,一个呢,是在福兴门 还有呢,就是潘江源,那就是潘江源,还是一个小山坡,还有一个小山坡 就在这些地方啊,是鬼市,就是天不亮啊,打得都去抹黑,抹黑买东西,天一亮啊,就散了 天一亮就散了,就是天津的沈阳道,天津的沈阳道就是这些 但是完全是非法的,工商啊,也要驱逐,文工部门啊,也要来追赶 对,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啊,就去这个,因为越是这样的东西,外国人他也愿意离奇,离奇嘛 他们也去赶鬼市,他们也去赶鬼市,他们也去买 买啊,这位就有一位在一个,就在一个加拿大 我们家庭,就在这个国贸,国贸大县,国贸大县,国贸大县 然后他就买了这个月牙裙手,买了一个大盆啊,什么这个薄啊 还有买了一些东西,买了几件,打在这个,一个客机,一个正宗屏面上 那么用灯光啊,四面的照顺,闪闪闪闪闪,非常漂亮 那么漂亮呢,后来他呢,就请人呢,请我到他家里去欣赏 欣赏他的这个请吃饭,请吃饭的第一个节目呢,就欣赏他的这个月牙青池 这个这个月牙青池啊,你看这是假的,假的就是这个胎啊,这个法屋 回胎子回家是法屋,而且呢,有沙子,明显有沙子,明显有沙子 那个乳呢,也不漂亮,所以呢,这类东西也有 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呢,就不说他名字,就是李小吉金手 李小吉金手啊,他也买了一件游戏 他也请我看,也是这一类东西,就是那种,这个小组坊 小组坊啊,作为这个月牙青池,他也就有沙子 这个台体啊,就这么粗粗拉拉的,粗粗拉拉的 那么这,凡是遇到这种台体啊,粗粗拉拉的,这个右面呢,也比较薄 而且,接触这个右面的时候啊,就发现那种,抬起喀喀喀喀的,那个现象 不漂亮,那么,这样的东西啊,希望,会有朋友啊,已经提高警惕,不要提高 我们大家看看这个月牙青池是很美的,啊,就是这一点,这一点还不算太好,还不算太好,啊,都是很美的 不过后面呢,你看,它都没有传,啊,传一下,传到后面看 你看这个,这是一般的,一般的这个月牙青池,你看,这个还是非常精美 呃,粗粗拉拉,那个粗粗拉拉的粗粗拉拉,还是不一样 现在我们看到呢,有一个啊,这个上面有一点粗粗拉,有一点粗粗拉拉,因为它是台体里头,还有一个个别的扎粒 有个别的扎粒呢,就是它,为什么它报废了,它就报,它这个,打掉了,它不要了,它就写了 所以,我们在,在,在,只要一致命的这种东西啊,绝对不是精品的 是这种,XD繁 прин是生活的,没有很有责的,不要的,不装货的 打,打,打,打破了,放在底下,阿,放在底下,阿,放在底下,阿,放在底下, 那么大家,请大家,在这看看, bo Geez, changed. 这是一个,墨子,横坝zz,啊,很惶怀的 这是,这是这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呃,用这个余耀青区做的墨子,以及墨子名, 它,啊,墨子名,那么他,这个是谁,是谁,是谁 其中呢,有一个墓志民呢,就写到了一个王氏夫人墓,他有一个墓志民,他有一个墓志民呢,他说我没有钱的子弟,但是呢,我买了一块坟地,买了一块坟地在哪儿呢?在这儿共有之北,在这儿共有之北。 共有之北,共有之北就是那个共有之北,共有之北就是它的南边,共有在这儿,它的共有之北就是南边,所以在这儿墓志以后,大家一找就找到共有了,就是现在的三十八号人,现在的三十八号人到那儿去调查的时候,他那个船工啊,他那里去,到那个共有去看, 那个时候,哎呦,那个瓷片的动物哟,非常的漂亮,拿火车装就可以了,现在呢,慢慢保护起来了,而且,采啊,采人里很多,所以现在,可能慢慢就少了,你看那个冰摇,一百一十七万平方米,那么大里摇潭的面积堆积,现在呢,都小了,小了,很小了。 啊,这个,这个,再往下,这次必须要到,那么,台里的第二队呢,台里的第二队就很精细,很精细,精细的台,精细的台阳,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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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西江地区啊,原来西江地区的人, 在,市场,我也,一起之市场方些,今天,有一些,我们还有一些高级技术人员呢,升级单rep吗,他这个,他这个,他这种 Sri Ausp Exact就是,儿子这么灯 worship, taxandre. 但是他神经细的ctic其實,但是也在水调不对,水调不对,它的那个,衣色这个谁调,水调不对。 但是那个贼调部队 贼调部队呢 它有这个 有点啊 有点显灰的 但它发黄 烧得非常的坚硬 烧得非常的坚硬 硬邦邦的 烧得非常的坚硬 那么缺乏特贫啊 那种细腻温润的感觉 也缺乏古词啊 老化以后的感觉 觉得狠心 觉得猜心 舌心 原来的可的心 原来的可的心 那么就是啊 有一种火光未退的感觉 有一种火光未退的感觉 这个火光未退的感觉呢 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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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层 和台体啊 极度的地方 右层和台体极度的部位 我看到了 就是刚复摇亮 亮亮的 火光未退的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所以呢 他呢 但是他后来要掩盖 他的一个缺点 他就把它无法退 那么就用油布啊 来查 或者埋到地里 或者埋到地里啊 这个时间长 那么这个 那个有一个方面 要跟同志们讲讲的 就是 那个瓷器的 要他们做夹果董呀 他们喜欢把它埋在地 所以埋在时间里 把咱们重剪啊 他们有的那个 那个古董贩子呢 就跟大家说 你闻闻那个味儿 有那个什么 土芯味儿的啊 还有那种 古代的瓷器味儿啊 他就做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要去闻 因为这个瓷器啊 它是 铝龟酸盐 铝龟酸盐 说穿了就是 烧过了的原始 这五天是 无毒无味 没有毒也没有味 那么就是埋到地里了 埋到地里呢 北方更没有 因为北方干燥 更没有味道 这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呢 它地下潮湿 它也是出现一些味道 但是呢 你拿回来洗干净的话 你放到屋里晾干 晾干以后 几天以后就没有味道了 几天以后就没有味道了 那么 只要沟冬啊 它什么时候 为什么它会有味道呢 我这个 这个方面 我从事一点都不知道 就是过去啊 我在 在故宫工作的时候 那个耿心声 耿心声搭 因为它是沟冬铺的车 它是流地产 沟冬铺的车 它就说 这个瓷器有味 它这么是有味啊 它就在这个瓷器 做假做出来了以后 因为它们过去就烧 所以做假了以后 就挖一个坑 挖一个坑 把它埋起来 埋起来 那个时候的人家 都是似乎有点平凡 平凡呢 当学徒呢 最第一个动作 就是替那个老板娘啊 端死尿盆 说死尿盆 往哪里倒啊 就往那买 持续的壳 就往那倒 到时候还得半一半 然后食业往里倒 药药往里倒 到了埋了一阵子以后啊 它就去长点药剪啊 然后拿着一洗干净 这个一放一些 闻的就是有一点味儿 但是呢 因为它风吹了以后啊 那个死味药味啊 就不是太明显了 但是总是有一点味儿 只有那个鼻子 特别细心的人呢 闻出是死尿味儿 一般的觉得有点异味儿 像我们这个 有鼻豆烟那样 那你糟糕你闻不出来 所以啊 那么你去闻 所以大家闻味儿呢 就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真理直叫 拉嘴甜 拉嘴甜 没有也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因为古代物商用的东西啊 它这个不常用拿购 所以你这个 这个古代的 也不会留下来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让你去舔去 还有舌头 吃饭用的 它不是真理直吃用的 你拿去一片 便宜嘴大份 所以大家不要去舔 所以我以前跟人家说 我说 你不要不要 舔是没有用的 因为从科学道理来讲啊 这个舔是没有用的 文业是没有用的 主要的话是考观察 主要是考观察 所以你们大家千万 千万不要拿到 这个 拿到北京去舔 先拿到这种舔 于是这个加工短 舔的这个传染病 现在还爱滋病 糟糕了 那么这个 这个是 是这样 它有一种飘浮的亮光 飘浮的亮光 但是呢 有的呢 它埋到地里 埋到地里 还有用水 还有呢 用那个 这个酸 能咬 咬了以后 再磨 再磨的结果 就发生了这个 发生了这个 磨豆的光 就是它磨豆的光 这是因为它烧了以后 再磨 再出来 你看我们这 好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表本 那磨豆的表本 那个光 是温润 非常舒服 非常温润 你看我们这个幻根 看出来它那个光水也是非常温润的 它也不是那个发射的那个光 再磨炸 你看这个就是密瑟池 这密瑟池跟我们刚才那个带瓦状的那个差不多 这个就是密瑟池 这个密瑟池啊 这个这些东西啊 就是房门市出土的 房门市出土的一个 就是我们后来把它 国家博物馆呢 通过国务院 通过国务院呢 还通过文化部 通过文物局 三家联合 请他们调两件东西来 这样东西呢 因为它通过这些事件 所以它整博物馆呢 大家上级单位要一点 那么它自己留了 那么跟我们 跟我们这个国家博物馆 离习博物馆博了两件 博了两件呢 他们舍不得 但是呢 在法队当中 有一件呢 那个民工不小心的 那个稿头啊 碰了一下 就掉了这么一块 掉了这么一小纸图 那么一小块 那么他们就说 跟国家博物馆呢 博了个职价 就说 不应该博了有毛病的 但是当地呢 又舍不得 还是把那个博了有毛病的 结果啊 我知道了 要要要 就要那个有伤的 就要那个有伤的 那个有伤的 因为啊 它是裹出直烧 无论到 它又啊 把那个胎啊 弄得年年世世的 看不到胎 他们看不出来 就特征出来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破的地方 正好 我们可以啊 拿放大镜 看它的胎体 所以这个歪打正着 对于我们研究人员来讲啊 破的比 比完全还好 但是你们买东西呢 那就是好的 比破的好 正好这个 这个相反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调过来的 调过来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啊 有一些章呢 有一些章的泥土啊 这个叫章的这个东西 一张纸 它是胞内纸 胞内纸 胞内纸是唐代的纸 唐代大使呢 唐一东啊 这个皇帝啊 他那个把那个东西啊 供奉到那个福祖 释迦牟里的设计的 那个毕公里 那去的时候 他就要东西把它包起来 就用了他 公体当时 一张纸包 这个公体当时 一张纸包的那个纸啊 上面呢 有一个素描 就是唐代的四女 唐代的四女的话 天啊 唐代的四女的话 哪儿找 这样你说 所以他现在有个完整的 这个找功能力 也绝不下来 所以就这个 就把它 这么拿下来 这个谁也不敢去动它 谁也不敢去审害它 把它造下来 放大以后啊 还是研究中国 护法史的一个重要 很保贵的一个资料 很保贵的资料 所以啊 这个东西啊 就把它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 它每一件都有 这个 唐一中啊 唐喜中啊 为什么 要把这么多的 保贵的东西放进来呢 主要就是一种 迷信 迷信 因为唐朝啊 这个宗教啊 对它们带了很大的困扰 这个 唐朝的大诗言啊 写诗啊 就说 这个 国有资产 十有六七 归宗教 国家的资产啊 十个 你得有六七个 都归宗教 宗教的势力 大得不对啊 这个唐五中的时候啊 就发生了五中灭伏 五中灭伏啊 把那个宗教 扎得给细巴了 把那河上的东西杀了啊 还许啊 但是没有多久啊 这个又恢复前了 被这种农民起义啊 也是唐朝正确的 岂岂可为啊 这个统治者呢 已经失去了 治国 管理国家的能力 已经完全腐败了 而且腐烂了 这是他们寄托啊 在这个 释迦牟尼上的 释迦牟尼这个设例子 设例子呢 就把它请过来 就是把那个 宗教当中最好的东西 王宗贵族 所有的最好的东西啊 这个旋律啊 就来到这个地宫来 供奉释迦牟尼 供奉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七九福保佑 保佑他 江山隐固 这个皇宫平安 就是 消灾迷惑 所以那个利益 比什么都大 因此啊 一个 密切之算是什么 金银财宝 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东西啊 是个迷信 那么这些东西啊 就 就 就放进来 因为这个地宫 埋得很深 所以啊 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现在要重修了个塔 重修了个塔呢 就挖入地宫 打开看看 这个地宫就发现了 所以这是 当时 当时 必平为全国 十大考古之一 当时也必平为 世界 最大的一个 考古法制 这也是一个 带着 刮楼的 带着刮楼的 那么这个 第一 这是这个 这个 这个 看右城 看右城呢 还有一个 一个方面 看右城呢 还有一个方面 还是这个 看右城这一点 看右城呢 这个 最近呢 就发现了 发现了这个 啊 一些这个日本朋友 从日本买的那个 越洋品质 那么越洋买 就跟我们刚才 哪个朋友啊 看的那个 越洋的 一批底的 那个 那个 一样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造型 一样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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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子 啊 这个 听我这个 二十五讲啊 在日本呢 出现了打平 所以打平 所以呢 他带着这个 日本朋友 到中国的法院 拿进来 拿进来 这样让我看 没有看出 丝毫的破绽 啊 他 又是 又是 做工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在这个考察的过程当中呢 我拿到 拿到让我 让我看 让我考察了 那个是我正在 啊 跟各位朋友 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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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的讲义 编的讲义呢 这个呢 我就拿到手上 能赢了 诶 不对 我找到 破绽了 找到破绽了 首先我 我看了 口原 因为这样的 精美的作品啊 他的诱异 是非常好的 嗯 他这个 这个就发现了 口原就发毛 口原就发毛 有一种 谋灭的现象 啊 有种 谋灭的现象 哎 这毛面的现象 这是 你得 出出拉拉的 出出拉拉的 诶 或者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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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摸到 那个 竹子啊 竹子 一个竹子啊 把那个外面 那种青皮啊 去掉了 你再摸那个 摸那个竹子心 摸那个 诶 他就有那种 拿手的现象 诶 这个 这个 在这里面 闭到手 拿手 实际 把它右面 摸下去 这个右面 本来他没有 隔壁隔壁的现象 他没有隔壁隔壁的 没有那个 从右底下 那个台北表面 出现的杀力 他没有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又是拉手的 但是这个 这个又啊 是拉手的 就是 这个出出来了 出出来了 的现象 所以我看起来呢 就把我手上的 这个表本呢 拿出了一笔 就是这个 假的 所以 夹骨董啊 出现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 造型也像 拍地也像 硬色也像 但是 右面 出现 拿手的现象 那一顺 出现 拿手的现象 你才摸到 那个 把那个竹子啊 那个青皮去掉了以后 摸到那个竹子上面一样 它那个 是假的 它是假的 所以 日本出现的一批啊 那个这个 约有情侦啊 很可能不知道 他们代表 那种假的 后来我就 啊 告诉他们 那我就告诉 我的孩子 说他们 是假的 结果孩子告诉他 但是那个 日本人说啊 百分之七八十还是假的 后来我就告诉 他那个日本人呢 他是演技巧 武士气的 但是他处于 武士气的 绝对武士的状态 因为 磁气本身是一个 整体 你不能说 这个百分之一是真正的 是假的 那个百分之八是真的 哪一点是假的 哪一个是假的 真的跟假的 是个比例面 怎么那个 他只要真一点 他就是整个都必须要真 他假一点 他都是假的 他露出来 假的破产出来 哪有医药 是去烧出来以后 这一部分是真的 这一部分是假的 哪一个道理啊 你对不起 他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人大概 如果他坚持这种 这种观点 他永远不能入门 永远不能入门 那次我刚才说 那个加拿大人也是 我说他这个东西 假的以后 他说 你也说 我这个口可能 50%是真的 我说没有啊 你只要那个东西 一个毛病出现了 你这个通通都否定了 通通都否定了 除非是古代 也出现这个毛病 那么这个东西 本身是真的 但是他那个缺点 但是其他方面 他都是真的 他都是真的 所以呢 他这个这个现象出现了 这个右面出现毛病的现象 出现拉手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假的 那是假的 他怎么出现的 这个问题 怎么出现的 他是放在栓里面去 他放在栓里面 轻轻一摇 一下出来 就是使那个 右里头的那个 出现光着的物质 拿下干的 这个减金属 减土金属的物质 被吃掉了 那么 规律 规律双眼的东西 还保留在上面 所以 他就出现了 拉手的双眼 他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 抛的很久 如果抛的很久的话 吃的非常的多 那他就放木光 但是他没有弄得很久 没有很久 他就是 抛到里面 抛一两天 拿起来 就是使那个光啊 使那个 漂浮的亮光啊 减少一部分 他也有光 减少一部分 那么他就到 这个时候 他就控制了 那么这样的现象 这个这个 这个加工的东西 就露出了 这个恐怕还能看见 听说在那个 杭州市场里 这个 他卖的非常贵 有的呢 还真的满意 应该真的满意 所以大家 看那个 除了看那个 泰体以外 看那个 以后的存在以外 大家要摸一摸 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 这个瓷片 你看 在瓷腰里面 沾 还有 在这个 在这个 上里湖的水里面 泡了那么 一千多年了 那个神厂 但是这是 窑子里出的 你看他拉手不拉手 大家摸摸 光亮亮的 除非这里 有一个沙里 你看其他的都是 光着也好 这个口温也不毛病 你说这个 这不是一个对照吗 这个对照 所以你们呢 可能你们在 在提出当着 会接出到这样的 他造型 造得非常的像 古方面都很像 但是你 接住了这个以后 需要我们 各位朋友 你上上手 上上手 拿回去以后 你们一接住到这个 就会明白出来 所以我说 各位朋友 就是 你们呢 学了这个课 要学到一定的知识 而且这个 这样的知识 也学到 印象 要非常的深刻 就像钉子打到 你们脑子里面一样 你又接住了这个东西 你一抹 你就让它放下 放下 如果这个东西 光着很云热 胎子也好 柳子也好 根本没有那种 实际感觉的 生疏的感觉 那你就要考虑 可以买进来 如果有一个现象 让你发生矛盾了 那么你们呢 就要考虑考虑 我宁可不买 我宁可不买 我又不是吃饭 我宁可不买 所以这个 各位 记住了 关于幼稚方面的 这个特点 记住了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看 怎么再看几个幻灯 这个三五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五代 差不多五代时期的这个 这个 有一个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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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呢 还有鉴定的一些 还要看很多的幻灯 我们呢 这个 到差不多 吃一点多钟吃饭 休息以后啊 我们下午啊 再继续讲 把月仰啊 跟大家仔细讲透 还有就是 拿到的东西 翻过来一看 就知道他什么吃饭 一翻过来一看 就知道他什么吃饭 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 因为月仰的鉴定啊 我们要跟大家仔细讲 那样的仔细讲 好吧 你们上午去讲一次 好 问你一下 当大千花多大能靠 大事讲 干净 漂泡 透明 亮亮 不是那种贼亮 你知道 有种默贼亮 大屋子里面 透明 什么话 有什么默不得 人家要透明 能把我这种透明性 关键是水分 还有一个什么的存在 我想这种过程 要逐渐慢慢的 目前这种 国画 很热 热 热回去以后 很多垃圾 然后归到垃圾箱 这艺术品 归到艺术品 这还 逐渐还会强 或者有一个性 这就靠画家 也靠整个社会 全社会 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办法 上一节课 有一个老师 我们带那些拔大山 那些测页 但是它是复制品 二什么几圈舍印的那边 二圈舍 二圈舍 他看 以后人类 那代人画画太讲究了 笔墨呀 各种东西 非常 这个心非常讲究 现在看好 是不是材料子里 还是人 不讲 材料也是人的问题 郭君进 也是人 另外就是过去画画 就是按照形象 小画 讲究也比较方便 我就是说现在 你看实际上说话 这一面讲给他 我看他也很贵 他怎么画 几个人的颜目 这个来不及 这个也有些客观 有些因素 墨基 实际上是 那大部分都用墨基 那种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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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五一点呢 就是这个夹构筒 它造型 造型不像 也要形成一个碗 盘剥有点的 有点的 这个器物呢 它喜欢用比较硬直的 你看 比较性硬直的 你看 这个线条比较硬的 它虽然是一个有弧度的碗 但是它现在还是比较硬直的 你看这个 这些一条的线条 应该用这个幅度比较小的 这个幅度比较小的线条 来构图 来构图 那在那个右下的 这个抬体的表面呢 打磨呢 你还比较光平 打磨比较光平 你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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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虽然是有手感 但是打磨的 还是比较光平 这个从右底下看出来 从右底下看出来 上面它有这个打磨的 那个 那个 痕迹 但是这个打磨的痕迹啊 用一句比较好听的话 就是比较文雅 你看 它的痕迹 它的痕迹啊 比较文雅 看它一点点 但是手摸啊 没有感觉 你看 你拿手摸的 是不是啊 它的手摸啊 它感觉不出这个 这个 这个痕迹出来 你看就看就出来 是不是这样 但是你摸啊 没有这个感觉 没有它这个 一类一类一类的痕迹 但是这个加工总啊 就不一样 加工总呢 它这个线条啊 比较窝上去 窝上去以后啊 它那个纳线啊 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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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摸的感觉 这个纳线不太清楚 所以 你纳线不太清楚呢 这个呢 你某人的感觉挺的 好像没有什么纳线 但是我们呢 有一次啊 我这个 一个朋友拿来 我见到那个 我持续 他呀 他说啊 人的你看 越要来讲 就是 他的包装 扩张 包装 加工总的扩张 他这个线条 他们撑那个网络 他现在往这边收过来一点 然后呢 这个线条是无论整齐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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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摸 你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一个人打线条 这个就是 就是假的 就是 就是硬朗的 就是幅度比较小 这感觉还是比较润滑 比较润滑 你看这个 这个是啊 你这个光线感觉 还是有 你看这个 是吧 有这个 这个修挂的痕迹 但是你磨完不清楚 你修挂不清楚 你修挂不清楚 修挂修挂不清楚 磨得不清楚 所以有一点点 就是 就是啊 他这个是 这个没看 你们没看 这个没看 嗯 这也轻微的有一点感觉 轻微的感觉 现在呢 他是一轮一轮 这个手指头要 一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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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出来 这是一个 另外他又是发闷 他又是 啊 他这个看出的是这个秦佑 但是又是不亮 就是一种 好像没有烧熟一样 那么一个 一种发闷 没有这个 玻璃佑的这个光寨 没有玻璃佑的光寨 就会差大 这我说 我根本没给你看过 我说我要看这个特征 我一定看得出来 我就把这个给他看 我说我家里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 哎呀 他是真实 他这个 这差一点都不行 他差一点都不行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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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问题 就要出问题 看这些 因为现在是幻灯了 因为现在是这个 电脑这个幻灯 把它放大了 他这个 在这个光线里 如果真是看到实物 对着阳光看 也看得出来 你修改 修改得比较细 但是又 照盖的时候 就外面很光平 外面很光平 这是我们啊 鉴定月瑶的一个 一个天真 但是以后啊 我跟大家讲 鉴定 鉴瑶 就是鉴瑶的图豪展 完全相反 鉴瑶的图豪展 的夹古董 是没有文理的 但是鉴瑶的 真的 真的那个瓷器 那个文理就是 一刮 一刮 没有这个刮的文理 那是假的 有的文理就是真的 所以国国 时代不同 地区不同 工艺手段不一样 效果不一样 那个我们到早 到讲了 进店鉴瑶的时候 鉴瑶呢 我那个去了很多次 去了这个 去了五次 那么还有那个 德华瑶也去了好几次 为了写一篇文章 为了写一篇文章 为了写一篇文章啊 就五次跑到 跑到德华瑶去 这个就摸索啊 那个德华瑶啊 这个北斥的演变 和那个朱永北斥期的出现 以及何曹宗的东西 何曹宗以后的地址的东西 还有那个福建会馆的东西 他那个区别 那摸納会馆 结果写一篇文章写出来 五次哦 从北京到福建 结果得稿费两百块钱 写了五年啊 前后有五年的时间 那个稿子 写了那个稿子 都抽了好几遍了 结果得了两个 好在那个时候 那个路费可以报销 公家的 要是我现在不能报路费 我才会去 或者排出来 什么时候出现了 什么时候 没出现 出现一点 多一点 再多一点 变化变化变化 一到最后 到清朝 清朝是怎么一个变化 他的一个过程 但是他作为那一个杂志 一个重点文章 重点文章 重点文章 这个稿费两百块钱 这些东西 所以我也说 那这个是 不问你这个 是以前 以前 讲一个 将军伟大的一些毛主席 时代 我不讲钱 什么都可以 无所谓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 这是配方部队 配方部队 这个文章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找 看明天的话 带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里有同事 有福建会长的东西 我们把那个 打那个 那个文章 我认识了 那么他幼尘的西松 幼尘呢 他的 他的上的比较厚 但是又不自立 幼尘 又不自立 颜色呢 也不正 那么 右底下面有很多油的气泡 右底下面 也在右里面 有一些 看来好像是 油的一样的气泡 就像那个 亚丹青一样 就像我们打鸡蛋一样 亚丹青一样 那个 那么 那么 稀松 我们的 瓷器 那么 它这个幼尔 无论是 这个 上的厚的 还是 这个 这个 上的比较厚的 上的薄的 它很 很致密 一点都不稀松 你看 这个绝对没有 亚丹青的现象 也就是绝对没有 像亚丹提一样的现象 它是一个比较灵厚的独立 因为比较灵厚的玻璃块 对吧 这个灵厚的玻璃块 对吧 就是这个 那么再 这个 这个 换一点呢 就是这个 凡是 仿古的瓷器 他们呢 下工书 仿那个瓷器啊 大多数是仿它的优点 而 无论了它的缺点 那么 这个优点呢 是表现了那个时代的 这个持续的美感 美感 成功之处 但是其缺陷呢 恰恰是一个时代的局限 因为它是彼此的文物嘛 彼此的局限呢 跟我留下的一些信息 又很强的时代性 至于也要坚持啊 这个底座的小笔呢 痕迹很清楚 假设没有这些小笔的痕迹啊 那么 这个 啊 这些这个 这个电笔的痕迹啊 就粗粗拉拉的 啊 有的炫痞是留下的那个螺旋纹啊 有的浮光 啊 就是暴露出来的那个 火光 火光外露 现在呢 我们就跟各位啊 这是讲第八一点 根据底足的变化来判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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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坚持 你看 它这个底足是这样的啊 它这个 这个底足呢 又是这样的 那么 根据底足的变化 我把这个底足的变化啊 跟各位朋友啊 来坏 来 来这个 画坏在这个底上 还有呢 如果他们进入出现的瓷器 那么这个 口 颈 符 顶 这些都符合了 但是那个底足 它不符合这个标准 它不符合这个要求 那么它也要 就直接考虑 比如说有的那个瓷器 它那个做成了一个 呃 出唐的造型 但是它那个底足是碗塘的 它那个底足是碗塘的 那它也 也成问题了 那它也成了一个 它张冠礼带啊 张冠礼带啊 张冠礼带啊 有的呢 它是一个这个 这个晚期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底足 那么它是一个 早期的造型 那它也不合复的 要求 那么我们以 以碗为力 以碗平 灌为力啊 那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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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 会得出一个 比较好的认识 啊 那么这个 出唐 啊 出唐 啊 这个 这个 出唐的死心 出唐的死心 它就叫 它这个 出唐那时啊 是圆笔型的底足 啊 圆笔型 圆笔型的底足 笔 哪个笔啊 笔呢 就是吃笔的笔 啊 就是那个 啊 圆笔型 就是 我们用那个 现实称号当中的一些用具啊 来比喻这个 古代 世心底足的变化 你看 它是这样 它是那个 比如说一个碗 它一般那时候那碗呢 它口圆啊 不是太脏刺 啊 不是太脏刺 它是比较 直一点 直一点 我画一半 我画一半 那么它这个底足啊 是一个圆笔状的 啊 就是一个 圆笔型的 啊 圆笔型的 圆笔型的底足 那么这个 啊 这是 这是初唐 啊 初唐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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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底足 到了圣唐时期呢 一般呢 它这个 啊 这个 到了圣唐时期呢 一般呢 它那个奶奶都比较糖 比较糖 有的呢 它是比较脂 有的呢 它就一定是 有的呢 它就一定是 有的它不太脏子 啊 它就老了 那底足呢 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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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它有的挖的比较宽一点,比较少一点。 这是盛唐时期吗? 盛唐时期。盛唐到晚唐时期。 盛唐时期应该是中唐时期。 有的挖的很少,有的挖的多一些。 这个底部叫御壁底,或者叫御壁形底,简称叫御壁底,盛唐到中唐。 中唐到晚唐,一般的规律,中唐到晚唐。 它这个族,它一般的晚唐,也比较宽形。 在御壁形底。 御壁形底。 御壁形底。 那么到了这个晚唐到五代,中唐到晚唐,晚唐到五代。 它除了这个御壁形底以外,它还有新一种族叫金碑族。 金碑族,这是金碑啊,这个金碑底下的族叫金碑族。 它们的工作者叫金碑族。 它们是金碑族的。 它是金碑族,不过。 它是金碑族。 这个叫金碑行足 这个足底要往外铁 这个足底要往外铁 这个足底叫金碑行足 那么多宋代 宋代还有宋代就是全足 就是直直的全足 宋代北宋初期也还有 但是整个的宋代它就是全足